情绪激动 慷慨言辞 那你还非得让我到50岁以后吗 如果我还按照过去的风格跟您交流的话 我估计那个剂量是不够的 我说我就不信 我掌握着 死员烈的 对吧 也吹不了了 就甭等我了 是吧 让我觉得咯噔一下 是什么让现场的嘉宾主持人专家亲友团 相拥义气 激动泪流 我觉得我妈妈特别需要有一个人给她力量 而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给她力量的不仅仅是我 快不快把老师安眠一下大家 感谢观看 观看今版的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选择 先为大家介绍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朋友 心理专家王英老师和马健老师 欢迎两位 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 首先有请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两位老师 一号女士尹志霞 49岁 黑龙江人 李毅 某皮扫品牌黑龙江省总代理 有独立住房 女儿清华毕业后陷于英国读书 选择语录 找一位有责任心 有爱心 能相互关心的男士为伴 哇 漂亮 您说谁那么漂亮 说我呢 那么漂亮 这张照片啊 真漂亮 别人偷拍的还是专门您摆了个pose拍的呀 偷拍的 真漂亮 白表是挺好的 这女士外边很有气质 就她穿这件衣服 我就看着女的一个个性 东北人给我感觉是特别能干 都是那种外场型的那种人 这个真是我自己弄的 我觉得这个年龄这个肉比较多 我把它放到这儿了 我觉得效果要好一些 这个也是我自己弄的 这个发布完全是自己弄的 这个脸还烫了一下 别人是长白啊 真的不是长白 是烫的 刚刚烫的呀 哎呦 没事吧 没事 确实黑了一道 对对对 挺美的 挺会打扮的 它是属于那种心灵手巧的 你看它 怎么又会设计衣服又会弄头发啊 这个天生丽质吧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小片 大概地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今天漂亮大房的一号女士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 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她只为来到北京 来到选择 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告诉我们 对于北京 她有着特殊的情感 北京有点有感情吗 孩子在这上学 每年来几次 我也喜欢这个北京 如今她能如此悠闲的生活 也是由于自己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而这些成就是靠她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 最早是炸油条 找了朋友 托人 在国营的美化店 吃喝没有问题 我先拉个广告啊 谁要买调去找我 我肯定打拼 能打拼啊 肯定 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 包括我理发 包括我炸油条 包括我那个经营皮草 很多人都撬我行你知道吧 要把我撬走 那不是相当的人物 干草皮的一般呢 有点实力 没实力干不了 喜欢不喜欢 但是咱们能够能驾驭得了 这是 对不对 这个容易吗 最早期做生意 哎呀 太不容易了 有的时候我回忆 我一回忆 我说是20年我怎么过来 我都不知道 一回忆我都觉得可怕 现在要我重新 再从那个时候走 我绝对走不过来 您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做生意啊 从我结婚以后 生了孩子以后 他爸爸把我们赶出来以后 而且就一个一套行李 一个枕头 一个褥子 一个背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孩子爸爸把您赶出来了 因为生了女儿 为什么赶赶我呢 因为我是一个小县城 嫁到哈尔滨省会城市 属于高潘特朗 我出去不长时间 人家就结婚了 就生了孩子了 就是不要你了 而且不给抚养费 什么都不给你 不要您的原因 就是因为生了女儿 兄弟嘛 他就是中间亲女 他们俩的情况 看样子是属于那种 自由恋爱式的 双方家长 看不上可能 不合适觉得 结婚的时候 他家就不同意 就只有他一个人同意 我始终他家不认可 我还比较感谢他家 把我逼到一个死角了 死胡同了 我活也得活 不活也得活 但是我就知道 有一点 我肯定不能 抱孩子回娘家 一个小县城 你知道吗 轰轰烈烈烈 嫁到省会城市了 你再抱孩子 让人给修回去了 你想想是什么概念 我就是只能 我自己努力 他自始至终 没见过我女儿一面 就上学的时候 都不去看 就是我女儿 也非常争气 在应该是 07年考上清华大学 她现在在英国留学 能够感谢所有 就是那时候 逼到我墙角的那样 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都爱我 我肯定没有今天的成绩 也受过苦 有那魄力 敢闯着你 挺有出息的 她姑娘 您又要去挣钱 就是您话说 我得活着先活着 对先活着 又要照顾那么小的女儿 这顾得上吗 孩子当时 我抱过来之后 就是送到幼儿园 整脱了 多大的时候整脱 一岁半 将近两岁 就是整脱了 我要如果不工作 就是我们娘俩没饭吃 开美发店的时候 是一个煤棚子 白天客人坐 晚上我住 结果晚上就是 有人砸门 半夜想进屋来 那时候把我吓得 简直是不行的 我从后门出去 血那么深 这个时候 她把门已经砸开了 她就是拿 带着工具来的 可以说逃了一劫 还好还有个后门出去了 否则的话 可能就是不敢想象了 为什么要 那个女儿跟我在一起 去整脱呢 就是没有安全感 上整脱的 当时的一周 孩子不知道 我送整脱 礼拜天 基本上就休息一天 孩子怎么得两岁 不到两岁 她也懂事 我孩子特别懂事 等这个周天晚上的一宿 她基本上没睡 她说妈妈 你周一能去接我吗 你别让我去整脱了 放学之后 小朋友们都走了 我特别害怕 我说你连想都别想 为什么呢 就是理发店 你是知道的 早晨 我想早点开门 挣钱 晚上我想晚点关门 挣钱 而且最关键的是 没有地住 就十米 又放床 又放那个沙发 又放顾客坐的椅子 又洗头什么的 这些东西 你放完之后 基本上没有地儿 所以孩子就是吃 一天三顿饭都有困难 我说你这个事就别想了 然后我说 她听得懂吗 你听我能听懂吗 等我礼拜一 在送她的时候 她一宿基本上没睡 孩子是有的时候 是你真的别认为 孩子特别小 她不懂事 她真懂事 她说妈妈 你礼拜一早点送我 周六你早点接我 行吗 我说行 我说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觉得不太合适 因为一个小孩承载不了很多东西 我不太认为全部都是因为生女孩 肯定夫妻观众也没有爱 女孩只是一个借口 希望您跟孩子交流 就是过去那一段情感的事 爸爸跟妈妈情感出了问题 还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好人是很多的 否则的话他会觉得 对男人的这种信任感 就是说在他之后的这个情感中 或者以后的婚姻中 是不是说我离开你 我无所谓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他现在真是这样 他26了 他不找男朋友 对 也就是说我担心的那个事 您现在已经有体会了 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 能不求人 绝对不求人 能看出来我就是说 性格 还有我这个外在 我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是憋着 窝着 谈起女儿现在的状态 尹女士除了自豪 也有些许的担忧 已经26岁的女儿 至今不去碰触情感 让尹女士无比自责 而这也成了她最大的心结 帮女儿 最好给她找个老公 我也就踏实了 学习特别能学 谁要娶了我女儿 我做的宣传 真的她腹就来了 特懂事 那她找的同时 我们又是双心的 我也是找到了 我和我女儿一起价 有可能你总是会流露出 对女儿的一些期待 可能每一点的成绩 她有可能都是对你的回报 她更多的没有说 是因为我喜欢学习 是因为我想读书 那也可能下一步 可能你的期待就是 希望女儿能有好的归宿 对 其实我这个更害怕 为什么呀 她可能就想 我不能让妈妈那么操心 妈妈操心了一辈子 那好吧 那我一定要 那我就找吧 并不是因为她喜欢某一个人 可能更多的是 因为你喜欢某一个人 或者说你的愿望去实现 所以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们开始给女儿一个 我们说一个空间感 你什么时候找都可以 要找一定要找爱你的人 喜欢的人才能在一起 才能一辈子 这个是您女儿照片 这个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很骄傲吧 对 怎么看到这样照片流泪了 黑龙江新闻网 网站上都能查得到 当时她拿到这个时候 我一周嗓子不疼 也不痒 吃生 而且那个她登了报纸之后 我的所有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都在哭 说你熬到今天熬出来了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吗 但是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这张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也算是给您一个安慰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惊喜了 就是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她 为她活着的事情 真的就是为她活着 她可能这么坚强也是为我活着 今天我说实话真不想喝 但我觉得您现在这个泪水 是干到女儿之后 欣慰的泪水 是骄傲的泪水 我大概一年没看到她 女儿今天没有来 但她有很多话 想跟妈妈说 是吗 我们前期也对她进行了采访 来看一段视频 做一个简单的总介绍 我叫尹诺诺 是嘉宾影视侠女士的女儿 我今年26岁 现在就读于英国布鲁内尔大学 产品设计专业 我出生于1988年3月22日 这个出生日期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从那一刻起 我便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经历 但同时我也觉得 这个日期对我妈妈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在外人看来 她是一个特别能干 特别独立 特别自立自强的一个人 但是只有我知道 她其实是一个外表很坚强 内心非常柔软的人 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疲惫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愧疚 我没有好好地去照顾你 去孝敬你 陪在你的身边 我希望你能在这个栏目上找到特别满意的自己的另一半 我希望你不要紧张 你在这个栏目上 无论你做什么 怎么样 你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希望妈妈的另一半是温和的 耐心的 热爱生活的人 这样她可以带着我的母亲去不同的地方 体会不同的人和当地的风情 去感受生活中极平凡又美好的事情 年轻一回 重新去生活一半 很感谢栏目组提供这个机会给我妈妈 让我妈妈可以探索新的生活 寻找新的另外一半 还有很感谢栏目组给我一个机会 去说一些以前从未说过的话 去表达一些从未表达的情感 最后希望满目一切顺利 长大的 她又不鼓励我真的不敢来 她妈带着她 小孩一直带着这么大 又当父亲又当母亲 肯定是很道士的 都是这样 你孩子为自豪 我也这样 还是挺好的把姑娘培养出来了 在这二十多年当中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当中 其实有过一段感情 对 有过一段 大概是五年 等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她那就是说确诊肺癌 她这个去世之后 比我离十次朋友 还要割伤我的心 还要割我的肉 当时确诊肺癌之后 说三个月就行妻了 就基本上就没有命了 真准 真就三个月 我就想跟她走 我都不管孩子了 太快了 三个月怎么过得那么快啊 这人就没了 你一直在照顾她吗 我一直在照顾她 一直在照顾她 她说今生哪个男人把女娶到手 真是太大的福气了 这是她唯一说的话 其实第一段婚姻 第一段我还 没有什么感情 她让我自强了 因为她至少我 现在是怎么想的 别死 你就是多大的仇 你好好活着 活着 第二段其实真正是您 她没了 是您的爱情 你想看都看不着了 除非她这个人 就是心地上就很散了 她第二次感情 肯定是很好的恋人 到现在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有了 您这中间就一直在忙活事业 真的 没找 孩子 你得照顾她学习 你得照顾她 饮食起居 我还要做生意 你知道培养一段感情 是需要时间的 你要如果不认真 不去培养这种感情 你没有结果 你想什么都要 什么都没有结果 那就完全培养孩子 做生意吧 挣钱吧 挺厉害的 挺有特色的 她把孩子培养得那么优秀 她可能付出很多 我感觉她要找吧 条件可能不能在她之下 所以现在孩子也去英国了 这女儿也不太需要您照顾了 对 就只需要顾的是生意了 对 就有多余的时间 或者是有这样的情感经历 多余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咱今天还真得加油 挺漂亮是不是 当然 很漂亮 很漂亮 找老婆过日子的人 你不选择我 你是极大的损失 帮我出下一号先生的画筹 您好 您对一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还行 她暂时女中医的抛杰吧 穿着打扮就不一般 她穿着打扮 您觉得怎么不一般了 她穿着这上衣 这一身黑也就不好看 这一身衣服不好看 对 这红黑搭配不好看 说着不行 人家肯定那人够土的 说着话 咱们都认为挺好看 在人家看来 她就不接受它 先生 那您看下这照片 这照片 这颜色够鲜艳吧 那个还行 那个好看 这先生还 眼光还挺挑剔 还可能就是跟不上潮流他 人家人家是 做这下的 干商业的 而且有做服装的人 他能不会穿吗 这样子也不俗 而且民族服 我得问一下二号 二号先生 您同意一号先生 观点吗 他打扮得很有特质 这个女性 但是我和一号先生 那啥吧 就是说他这个黑色的 这个那什么 我觉得 没有痛感 您看我这个呢 你这袖子有点多余 黑色 还打扮得好看 有颜色 各种颜色配搭的好 反正我对黑色吧 就是说在什么场合下 我觉得有些那啥 我个人观点 听出来了 二位都是服装设计师 具有非常挑剔的 高端的眼光 看他真的懂假动 原来我也老纯黑 黑的 这么大气 好配衣服 然后显着好像瘦身 苗条了 你们这话一出 那咱穿这个 戴黑色衣服的女士 她还不敢上场了呢 我说这意思吧 就是说一个人的 衣服的颜色和款式 自己的角度看的不一样 那您一定就要挑人家毛病吗 我不是说挑一毛病 我看他那个就是说 他后面大屏幕 这个女士穿的 你这找的 你夸这个服装很漂亮 对 这个女士的青春亮丽的 这个朝气就显露出来了 很直接 有什么说什么 不演示自己的 不会说话 您对咱这阳光下 这个穿着颜色鲜艳 自信满满青春朝气的女士 印象如何 印象不错 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包括这种类型 一号先生 您呢 咱们说呢 太不好说吧 我发现一号先生 特别不会赞美别人 请上来 我觉得您在生意场上 打偏了这么多年 这种人您会发怵吗 不怵 那让他上来吧 好来 咱们掌声有请一号先生 你好 你好先生 你好 一号男士周黎斌 54岁北京人 两段离异 技术工人 在职 有独立车房 爱好钓鱼旅游 选择语录 找一位不吸烟 不喝酒 不打麻将 有车板的女士为伴 跟我想的不一样 真上那年轻 都发福了 咱们也是一样 跟我也是一样 现在是 刚才我说那话 别往心里去 不不不 因为我说话没有水平 你水平太高了 你再仔细看看我的衣服 真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闷 而且很有特点 民族风啊 你面对我 对对对 你看你一躲了 我都没躲 你躲什么呀 你从哪方面 你能挑出它有问题 也许可能从镜头上看着 你看我 确实 你在看我这儿的脸 你看你不敢面对我 我都敢面对你 因为 不敢面对你 不敢面对 看很直接 撒起来整体的 这吵着比那个就好多了 你看多喜庆啊 喜庆不喜庆啊 喜庆嘛 但是一号鱼打扮得好看吗 好看 是是 这叫一口同声先生 都说好看 那是您的观点不一样吧 反正基本上 我对这黑的这个颜色 女同胞穿的 我就是有 你有什么阴影吗 不会欣赏人家 多漂亮 本来婷婷在那边 还挺那个的 品头论足的 一上来发现 您有点卦了 穿这个黑衣服 我不喜欢的 道一歉就完了吧 说那么多也没用 我没让您道歉 我不说对不起了 现在看着喜欢吗 那你们就带我 换她的衣服就完了 让她说不出话来 换换 面对直言不讳的 一号先生 一号尹志霞女士 主动提出 去更换另外 一身颜色鲜艳的衣服 不知道换装后的尹女士 能否让一号男士 改变最初的观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这个一号女士 特别有承受力 一点也不着急 然后也不觉得难为情 您上来之后 给您一番理论 反而显得您好像 不如人家在理上了 因为她暂时女中豪杰 对吧 自个儿带着女儿 女儿又考试青华大学了 闯事业 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 找一老伴 度过晚年 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我呢也是这个意思 您看台下 这灯黄眼睛 您没觉得有个更黄眼睛的吗 您没觉得有个比灯还更黄 衣服穿上了 来咱掌声再次有请 你去上场啊 这个是不是她穿的灶那点 是 你看这个她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反差都多大 还真的还是穿黑的好看 那个好看那适合她 这个太花了 这样也真好看 因为不有一个嘛 也是衣服马上嘛 她有她的看法 她人家穿衣服她得喜欢首先 没什么眼光 你再看看这人 我要的是北京的户口 咱也不生孩子了 孩子倒无所谓 生孩子不生孩子都可以 那我就死追你了 你死追就没有 因为我要的是北京的户口 一号女士和一号先生一碰面 男士就因户口问题拒绝女士 然而女士却直接对男士表达出好感 并表示如果两人能走到一起 自己是可以在经济上给予帮助的 但一号男士对此却不以为然 现在你像我也说得远 然后退休三天多 我一会用不了 这个衣服打完折是一千两百八 你的工资用掉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就用三分之一呗 这个态度都蛮好 所以呢她没看上我 我看上她了 她现在这个问题上线了 姐啊 我真的再问你一句啊 你真的看上她了 我看上她 我单相思也没有用 人家没看上我 说您呢 那能干 你看 真够倔的呀 三支一号 你这条件多好呀 好是好啊 当然我的那要求就不行了 就差一个后口 什么的意思 在退休的 那你还非得让我到五十岁以后吗 那我就怎么喜欢你 也没有气了 你觉得是女的 真的能看人家男的吗 能 我相信 不一定 爷妈就是说 也严肃 累积 累积 勿以勤奋 您是真的喜欢她是吗 还是 这个 跟她顶上干了 顶上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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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生真的很实在的 您欣赏她的实在 是吗 咱先不说她喜不喜欢您啊 您是真的 看中她了吗 看中了 也没戏 我都没底气了 不不不不姐 如果你真的看中她了 你就得告诉我们 喜欢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的 倒真的很实在 应该为什么我们要落实这些信息呢 对 台上的周大哥 我知道 她有她的选择 我知道 但是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会知道 台上这个一号女士 喜欢的是哪一种类型 而是那种类型的男士 她就觉得 她喜欢这种人 而我正好又是 就会跟男朋友打电话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主持人 反反复复去落实 我们觉得您在跟大哥较劲 在开玩笑 但是我相信您阅人无数 您可能通过简短的 这样几句话 能够捕捉出 她最本质的东西 比如说这人 挺正直的 有什么说什么 她不藏着掖着 没错 她其实不会哄人 我们更愿意 让场上的男嘉宾说 女士穿那件黑衣服 其实显得她更隆重 搭上那个红色的链子 显得她这个灿烂的笑容 更妩媚一些 我们是愿意听到这样的声音 但是她呢 这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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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说什么了 您欣赏她这样的 太直接了 这人家就是这样 有话直说她 特别直率她 不会藏着掖着她 好那这样啊 其实刚才咱们也 这个唇枪舌剑一小会儿了 还挺热闹的 但是两个人 我觉得啊 还是缺少了解和沟通 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 互动的小游戏 来加想想你们之间的配合 和了解 好不好 在现场的舞台上 利用凳子 纸条等障碍物 挡住前行道路 先蒙住男士眼睛 有女士通过口述 指引男士前进方向 男士需要穿过障碍物 最终折返回女士身旁 之后男女双方互换角色 往前走 大概是三步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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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 迈过去 好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大胆地往前走 没有合也没有 左转 不要往右转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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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准备了 大步迈 大步 大跑 一直往前走 转过来 右转 右转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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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故意的是吧 没有啊 你是给她设障碍 她挺活泼 性格还是比较开了 左转 您这让她去哪儿啊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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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先生 左转掉去了 不能往前走了 掉台阶了 停 停 停 先生请摘眼罩 别动 摘眼罩 哎 你这 还是我救了你吧 你再往前掉 走就掉到河里去了 哎 先生一声叹息 这太难啊 您回来 您回来吧 交换啊 这变相结婚了 姐性格太爽 快了 开始 往前走 小点步 右转 坏了 错了 就走吧 你直走 不是您干嘛呢 先生 直走啊 90度 走 右转 这男士指挥的挺好 他走的挺顺的 也没耽误时间 也没这么多废话 是吧 好 行 来两位老师 在刚才的这个 小的互动游戏中 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这老哥 还真够倔的 您干嘛 破坏秩序 他不让人从那里头走 您要到个圈走 你这走不好 碰着那腿 人家那裤子 要给你丝刮了 怎么办 你还挺挺便宜人的 这句话呀 说得好 我们看出来了 挺细腻的一个人 前面看着挺倔 但是现在呢 说人家那袜子 我们都没注意 我们以为大姐 是故意去晒太阳 晒成黑的呢 那我问你啊 孙老哥呀 如果这时候 确确实实 他碰了椅子了 确确实实 把袜子刮了 您说是谁的原因 我指挥 没指挥好 他能赖我呗 我们这是叫 游戏规则 对游戏 是吧 然后您就会破坏 游戏规则 还特别有礼 这常游礼 这有点难摆过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 咱一号女士 治这常游礼 还是有一招的 你向右走 走走走 走 再走下去了 当您那脚 差点踏空的时候 您什么心情啊 没什么心情 你对我放心吗 放心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踏 对 没错 你应该这样回答 我这我就不应该教 那游戏呢 刚才这个小的 这个游戏过程中啊 可以看出两位的个性 两位还有什么 互相想知道的吗 不想知道 祝你呢 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 给他肯花钱买衣服的人 好 谢谢 来 你是下场之前 再告诉我们一次 您择偶的要求 首先真的很诚实 不要太直接了 太直接 有些话吧 就是说点到为止 稍稍有一点点礼貌 这是最起码的 我怎么听来听去 您这不是在说择偶要求 是在批评他呢 没有 没有 先生 接受批评吗 接受 我跟你讲这女士意思就是说 除了这个缺点 就他了 但有这个缺点 人都有缺点 没有时间是你 谢谢您啊 女士 谢谢 休息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既然上这个节目来了 我一定要给人留住面子 你别看他不给我留面子 我也一定要给他留住面子 这是最起码做人的道理 首先他没看人 就偏看穿衣服 那你穿衣服 这是一方面而已 生活当中一方面 那你要是说这个人特别好 你错过了 那你多可惜啊 是吧 这个以貌取人 这个是最不应该的 可以这么说 他的眼光 跟我眼光绝对不一样 他选的衣服 我绝对不穿 他选的衣服 应该大妈选的吧 您自己想长什么样 我觉得找一个 必须得有一点涵养的 有一点内涵的 我也是一个 比较明智的一个人 不要把这个话 说得非常直接 就两个人过日子 也不能说得那么直接 人接受不了 教育孩子 咱也不能这么教育 婉转一点学 所以我就是说 要求对方 咱们也得跟我差不多 肯定不能低于我 这照片是您吗 是我 这是您什么时候照片啊 95年吧 这照片帅不 和本人像过 现在变老了嘛 那为什么放了一张 30岁的时候照片啊 出去玩 照的相反太多了 没用 现在我不敢照相 照出那像了 哎呀 你看着他 可一不上相了 哎呀 留长头 要不他就属于这种 发质 有的人想留 还留不出来这种发型 那有一般的都是 是吧 我们前期间 也制作了这样一个小片 大家来简单了解一下 周先生 咱们多少时间都到的 我们现在走了 三分之一了吧 那这平时也都去 学导教吗 不一定 哪都去 最远的去个 密营 下一步准备到 石家庄 就白洋店去 白洋店玩 就有一个 这小日子过得还挺麻烦的 太 一般般的 没说比上不足 比下有鱼 反正中不留的 就行了 这是手杆 这是海杆 最终是海杆 现在试试漂 看它这水的深度 这杆有多少米啊 这是五米的 海杆都 我那钓海鱼 我一般都钓海鱼 这个基本很少钓这种鱼 那钓鱼钓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吧 因为我这钩子大 上鱼基本都钓不了 这钓海鱼的钩 你看 什么叫上鱼钓不了 这钩子大 钓海鱼 钓鱼不好钓 对 这种钩它不长袖 钓不大了 哎呦 不小啊 好帅 哇 这钩子叫我最大的 这十八斤 这小还挺大 只有几斤 也都二斤吧 您在这个小池塘里钓鱼 干嘛拿这个海钓的杆啊 比如说上大鱼了 我那线切了 因为我那鱼片贵 说实海盖 把这片能打回来 必须有耐心 有耐心 还能坐在住内了 没点工作的人 做工的人是不行 那性格还得沉稳你 每年十月份我回老家 那您是哪年来的北京啊 我八零年 我是接班来北京的 不和老百姓 老家在哪啊 山东围海 有打渔船 老家还有经济在是吗 还有一个母亲 还有一个妹妹 那您这一个人 多长时间了 五年了吧 那这五年 挺孤单这五年 您找过吗 试图去 找过 找过啊 有不通意我的 我也有不通意的 那这次来选择 想好找个什么样的了没 想找一个就是 北京户口的 嗯 五十岁左右 退休的 有没有房都没关系 嗯 要求的很具体哈 但是我就这么突然一想 这前期那肯定是北京人 北京户口 那也五十岁退休了 这挺符合您条件的 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单位那时候没给我房 一直住农民房住 她那上班也远 记得我们就是一个月建议自己 那她住哪啊 她住她妈那儿 孩子那时候小 我带着送托儿所 有时候晚上送到月母 那有时候我吃完饭 我也不吃饭 有时候我得回去自个儿吃饭 长期分开也不是回事哈 对 谁提出的离婚啊 我提出的 胜利的硬利的瓜也不甜 在一起 那才能沟通感情 彼此那个缺点和优点 都能体现的灵灵性质 那你说俩分开了 人在成长也在变 那一定要出现问题 你跟我离了婚就找不着 我说我肯定找不着 保证比你好 我说我就不信 我找不着 就找了一个 您是跟您第一任 这个妻子斗气 然后娶了第二任妻子啊 那您现在是不是 也要跟第二任说 顺便带上第一任 我下面要找一个 比第一任和第二任 都要好的 没有 没这相关 不置气了哈 不置气 其实您这个第二任妻子 跟您在一起 没有生活太久的时间 两年是三年吧 是他离开的您吗 对 我都报警找他了 可我车都开走了 我打电话不接 完了我就报警了 两小时以后 把车都给我送回来了 找不着他 就这么你们俩的一对婚 你们离婚之后还联系吗 去美国了 我跟他结婚以后 儿子上的也是大学 也是清华大学 对吧 最后呢 去美国赌家旧生 四月份给我来的电话 说他要去美国 给孩子陪毒去了 他呢 人不错 但是呢 你要是想让他去 你要是不高兴了 或怎么样 你让他去 公为你 哄你 你让他去美国 真是什么 真的 你让他去美国 也在美国 你让他去美国 那些学习的 我会知道 我会让他 在美国 这种学习的 我会让他 来的 在美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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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突然变得温柔了 适合这位女士 您觉得看起来有眼缘有关系吗 有关系 我的要求写的是四十五到五十四岁之间 北京人离一上偶都可以有车本身体健康 样样符合 对 出路牺牲了 这这人挺直 要求女士必须得有教证 愿意就叫不愿意 那也是我一向情愿的 哦 这会轮您一向情愿了 是啊 你看看先生 做人话不能说得太满 她那个耐性也是很有限的 因为这是从一方面就能看着这个人 就是说 今后她是一个什么性格 您孩子一号女士 连一向情愿的话都说出来了 现在您就很有可能 也得一向情愿 对 来 了解一下女士情况 交流一下 等着你退休 爱出去留就去 不爱就去近点的呗 我退休还得几年嘛 因为孩子现在也小 我还是现在是以生活 培养孩子为主 您退休还有几年呀 四年吧 四年能等吗 不能 变化太大了 我退休 我先退休 我给做饭 回来做饭 给孩子想吃什么做什么 不会做 可以哪本书 饭呢 学着做 心里暖不暖啊 是不是 我就是有点对不起 四年时间太长了 我不忍心 那倒可以 您不忍心 太忍心 没事 没关系 你也可以让他先一厢情愿 让他刚才那样的太多 可以 你家住什么地 我住燕山 燕山 你吃话去哪 对 也太远了 听 听 倔的 你觉得这二号 有时候会考虑这些什么 不能 因为他要是婉转一点 他可能考虑 他不婉转 咱们也和这个二号女士 做一个小的互动 看看您这次的表现 是什么样的 游戏规则 女嘉宾将白纸 覆盖于男嘉宾脸上 比对好男士眼睛的位置后 有女士在白纸上撕出两个洞 然后继续将白纸覆盖于男士脸上 再在白纸上画出男士五官的位置 形成一张脸 此游戏是为了考验男女双方的配合力 及男士的忍受力 二号女士和一号先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你弄个别的纸不行 别弄个白纸 你现在有个人说话 我就说纸话 来个别的纸 男士娱乐 太纸了 太纸了 也挺逗的 他也逗了 太纸了 你今天给 你转损一下 这个比较难 就是变相的 接触一下 这女士是笑面 你看她的 眼睛死争和美语之间都是笑面女 这边我就回过去 这边有茄子 帮着拿茄子呢 还真行啊 行 完事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受您了 没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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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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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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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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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您好 二号男士 沈海民 五十八岁 海南户口吉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海南它是念地高中考虑大学 完了之后我就没签回来 所以我现在户口还始终在海南 是在吉林长大的 对 我是吉林 那为什么现在定居在沈阳 后来自己当个儿以后就出去内退 内部退港 去了韩国几年 回来以后我就跟沈阳买了房子 那怎么又来了北京呢 妹妹妹妹妹夫都在廊房 那时候那地方我也有一处房子 您在廊房也买了 10年我买了一处房子 在廊房也买了一处房子 海南户口吉林人 廊房的业主沈阳住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这你们老姓 但人家是海南户口 吉林人海南户口 挺好 我觉得她是一个对生活有规划的人 因为我的人家人都在廊房 其实靠北京比较近 也可能因为投资管理哪个地方都有 所以她是一个更容易跟着别人走的人 那这位先生其实不是在北京当地生活 女士您会觉得介意吗 我的第一条件就是最好是找一本事的 你也想找北京人 对 好 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的 谢谢您啊 女士来这边 我的条件就是 英能就是北京 为什么 因为孩子还小 因为也离不开 一号先生一上台 动用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您当然会不会还挺高兴的 现在是挺高兴的吧 这个一号先生先生挺实在的 人也挺好的 那是因为铁路工作的原因 所以经历过很多城市吗 不是 海南生活了十个月 女儿一直留在海南吗 女儿现在分配到海南了 做什么工作 她是武警 法学硕士 很优秀 那您这些年走南闯北还去了韩国啊 我去了韩国六年 去韩国是做什么了呢 我的哥哥他在那里有公司 头一年给他个公司开车 后来之后我就自己出去当岸 那挺难的吧 苦辣酸甜都有了 工厂啊 饭店啊 还有这个码头啊 这个房子厂啊 这都干了 那应该挺辛苦的吧 这六年 挺辛苦 挺能干的都 能吃苦 这都是过程的 当时您是和爱人一起去的韩国吗 它比我晚一点去的 等于那些年的艰苦 你们是在一起的 是 所以我说人生苦辣酸甜全都有 现在有个脑袋像放电影是 历历在目 我们在那个韩国有一个叫乐天世界 一个月有两天休息 完了我们就休息 差不多去玩 我们那下就是返普归尊了 那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 虽然我们那下都是四十六七岁的人 都玩什么了 玩过山车呀 蹦极呀 在韩国的生活 虽然有艰辛和苦涩 但只要是和妻子在一起 沈先生都觉得是幸福的 至今回忆起来 依旧充满了甜蜜与欢乐 这是您妻子的照片 这是我爱人的照片 很漂亮 妻子是因为什么过世的 意外火灾 是在哪里发生的 在韩国 怎么会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人的声音是非常强烈的 正常 应该说是三年 三年以后的精神状态 逐步逐步才回复过来 有时候睡觉了 这不怕你们笑 睡着觉就喊 一醒了一睁眼了 不再人美了 这时候就是心里头非常清楚 先生声音特别的低纯 小到有时候听不到 但是我是觉得是因为他描述的这个情形 让他特别的难过 几十年觉得风风雨雨 无论是为这个家庭 还是为孩子都在努力着 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无非是想让生活更好 现实确实很残酷 给了我们生活中这样一个打击 对这个男性来讲他比较内向 是非常沉重的 十多年以后 重新的开始新的生活 对 我觉得这也是对选择的一个信任 好 为什么选择这个平台 也就是对他的信任 这些年女儿其实也不在身边 她在海南读书 对 您一个人在沈阳生活 对 在沈阳都做些什么样 在金融理财 一个项目 还有一个我业余就是爱好唱歌 我是沈阳沈阁区 这个中老年和尚团的 还爱好点文学 就是没事来看看是 待会我看您这个 《征婚语录》里边谈到 找一位年龄四十到五 差点文学 我实际上的 差点文学 最后一 和他那样可 都是交易 除了 但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着吗? 他们家乡歌了就是 不是 这歌有点高了 他就拿不准那音了 他就 嗓音挺好 要唱一首适合他的歌 肯定今天就会更好了 太卖力了 三号女嘉宾已经准备好了 找一位不吸烟 有共同爱好 身体健康 有责任心 乐观幽默的男士为伴 三号女士一上场 我发现您好像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也不敢看人家 是咱三号女士太漂亮了 您给震着了 嗯 前天已经 真有保养的 您看她这张照片啊 特别的时髦是吧 特别的青春有活力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三号女士的简单情况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个 游了吗 游了 游下来了 有那震 游完了上来的时候 一想起来 觉得特别有点后怕 以前跑这个 跑马拉松 什么时候跑的 2001年 2002年 2004年 跑了三次 三次 都是北京的吗 北京嘛 国际马拉松 那个多远呢 没有 12.195 那一张那个 有一个 我天 丢记 就是说要有那种的缘分 愿意找个公园边上的才好 觉得 为什么啊 可以天天锻炼去 这男的不愿意锻炼怎么办呀 不愿意锻炼 可以带动他 要是 那个人家 没有这个 运动 没有这个爱好 也陪陪 溜溜蜂玩 也挺 也挺那个浪漫的 也挺开心的 真棒 啊 谢谢 是挺棒的 整个一家小子 爱运动 你还游泳 真没看出来啊 运动型的 他在这觉得 懒懒的 说的那种感觉 哎呦 爆发力那么轻的 看不出来他要不说 我也很爱提问的 我是速华运动员 也打过冰球 有共同的爱好 但是您这 确实是太不一般了 看不出来 而且您一上场 我再看您照片 50岁 对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年轻人的 这个运动状态 谢谢 谢谢 他俩人都是运动型的 他们俩人有共同预言 在这方面聊 他俩人都散了 运动归运动 这是一项兴趣爱好 我们还得了解一下 就是大概的情况 先生 有什么想问女士的 我看来我挺欣赏你 这个运动 来这样吧 你也说您运动能力也不错 还是专业运动员以前 女士也运动能力这么强 咱也做一个游戏 游戏规则 在现场的舞台上 利用凳子 纸条等障碍物 挡住前行道路 先蒙住男士眼睛 由女士通过口述指引男士前进方向 在前进过程中 男士需要穿越障碍物 最终折返回女士身旁 走 往前走 再往前 穿过这种空间的道 不能绕着走 走捷径不行 不行不行 怎么走 这边来 忙着人摸个像 他直接是领着走了 他这是在帮助 往前走 往左点 不能指导他 不能指导他 往左一点 过去 好 走 往前 再往右 右这边来 慢慢走 对 这么少 对 走对了 别踩指 蹦 一个雷架了 再往右 往右来 踩上来 整个歪泥弓 就是 又踩上来 刚才要我卖脚 卖大布 我给卖过去 蹚着了 蹚着雷了 对 那你指挥 过来 过来 往前走吧 往前走 挺好的 好了 走得挺好的 走得挺好的 来 两位坐下 感觉还是比较默契 就两个人状态 就是非常平和 无论男士也罢 女士也罢 男士并没有慌里慌张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女士指挥的时候 依然也是 看到了 需要说的时候再去说 而不会那种 续续叨续续叨的状态 你往前走 你再走一步 没有这样吃 非常平和 像一号女士 往前走五步 再往前 然后给人带勾里 刚才这个互动游戏中 先生 您什么感觉 挺好的 我估计您有一段 是最有感触的 哪段 猜就是 我猜就是 什么感觉 挺危险的 女士您是什么感觉 在这个游戏过程中 不没想那么多 就掺他 就怕他 小心点的 因为 他基本上没怎么告诉 他就是被帮助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温的感觉 我觉得他生活中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性格 可能有点相像 可能都不是那种很激烈 但是也许啊 这是修炼出来的 但是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 我估计都不是善茬 到了这个年龄 尤其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可能性格 我觉得都会有些 很多的改变 可能更宽容了 咱这边的观众集 第一排有个女孩 这只手一会这样 一会这样 一会这样 这比划 估计是您 亲友的 我女儿 比划 这都什么意思了 一个是给我妈妈加油 另一个是 就是刚才他和叔叔的互动 我觉得也非常好 就是在我预料之中 是最好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我妈妈表现特别好 是吧 给他带气 那您觉得叔叔和妈妈 有这个默契度吗 我觉得他们刚才表现很默契 那您估计如果说 咱要往下进一步走的话 你同不同意 这主要看我妈妈 只要我妈妈喜欢的人 我都同意都支持 我希望后半生 等有一个人 能终生的去陪伴他 不管是这位叔叔 或者是其他的有缘的人 和妈妈 都会是非常和睦的一件 你多大了 请问 我26 26岁了 那你和你妈妈都是一样 你就特嫌小 哎呀 夸奖了 真能夸奖了 我妈妈是挺有活力的 我都得向我妈妈学习 她的运动细胞 然后比我强 你会跟着她去马拉松吗 跟过 我只跑了16公里 就上了收容车了 跑不到 但我一直以此为荣 我以16公里为荣 更以我妈妈为荣 你如果游泳呢 能跟得上妈妈吗 横渡刘公岛我是肯定不行了 但是在游泳池游个半小时 游个1000米还是可以的 她女儿跟我女儿一样吧 我女儿是个人 所以她很厉害 她不鼓励过来 你老一人 找个伴也不想照我 孩子就说 她这负担都少了 跟张亚呢 是结识多少年的朋友 姐不会 你也游五千米吧 游泳不什么吧 马拉松年年参加 真棒 您也跑啊 哎呦 就得为这精神鼓励一下啊 好的 谢谢 张亚呢 是一位就是性格 开朗 随和的人 嗯 她呢是一个爱运动的人 多少年就是坚持着啊 锻炼身体 而且她是一个懂生活 爱生活的人 我们这些庆团也好 可爱的宝贝的女儿也好 借助咱们这个选择 这个平台 愿她找一个相识相爱 能够陪伴她 最后人生的 那么一个人 那么一个人 谢谢您啊 您需要帮忙吗 我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你们生活都很幸福 对对对 好嘞 谢谢啊大姐 在此吧 也感谢我这朋友 谢谢你们啊 先生 您看人家的亲友团 多给力啊 很给力 刚才也问了女士 给您打多少分 她说98分 听完您刚才 坑枪有力的这个歌 再加上这段时间的互动 是涨分了 还是没吃原状 就是98吧 觉得挺好的 先生 您能听看这女士说98分挺好的 背后的意思吗 听出来了 还挺深 有多深 她给我机会了 先生很有自信嘛 来姑娘 我先不问你妈妈 我问问你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叔叔一直的表现挺稳重 挺有责任感 然后刚才唱歌的时候 底气也很足 嗯 我给叔叔鼓掌 就是说也给叔叔机会是吗 我的叔叔的确实很好 嗯 这个主要看我妈妈还是 但是咱们三号 张燕女士是不是给先生您机会了 我们不知道 这是女儿的猜测 也是您的推测 这样啊 您也稳定稳定情绪 回去听听张燕女士的故事 谢谢 休息一下 我不好说那么句话 她给我机会了吗 我理解它两成意思 一成意思是啥呢 那就是说 体育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 锻炼啊 身体素质啊 这个爱好啊 有些地方 我也会游泳 另一方面 就是说她 她九十几分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那您对她印象怎样 我对她 这女士还是挺好的 从体育方面的时候 我喜欢类型 但是从演员方面 不是我喜欢的 那您喜欢哪种类型 第一个出现那个女士 那个有点太强势了 但是我喜欢那种类型 您这个每天大概要花多少时间运动啊 要是没什么事去游泳 一般的两千米吧 在下午再有时间就跑步 把那个时间吧充实了 省得闷呢 就这样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大量运动呢 从小喜欢 特意的去这样运动 也是那个小孩她爸爸不在了 然后觉得公园有朋友 在一块也挺开心的 哦 这是你们一家人是吗 对 女儿当时小姐特灿烂 您也是小特灿烂 五口人离我 三口人都离我们而去了 您的父母也过世了吗 也不在了 从09年 我爸是先走的 然后隔了一年老公 隔了两年我妈 我妈也不知道 我爸爸那时候不在了 我妈和我爸感情特别好 其实 妈妈能不知道吗 她们感情很好 见不着 她能不知道吗 但从我这儿我就说不出口 她也不愿意捅破 是不想给你们压力 是 就是说您 除了这个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然后 就没有了 她老是不当着我面儿委屈 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她 多一半儿委屈是心疼她 也挺坚强的女性 对 这个女孩特别的体恤 特别的关爱她们 呵护她妈妈 女儿是母亲的小庙 每个生活的微小的细节 都尽头在里面 孩子的爸爸是什么时候走的 他爸走了四年了 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软开着 没事 没事 哎呀我也 困不住 这个癌症来得很突然吗 老子不舒服 然后我来查的 当时其实治疗了吗 治疗 有效果吗 挺好的 九年呢 九年又复发了 我相信您家里人 以为后期就是完全康复的是吗 对 反正特皮质的人 什么都不为自己考虑 又上班了 九年后复发的 那时候也不会心疼人 他走了 我就觉得孩子就少疼他的了 谈及政府的去 这次突然间 不要过 把这些人做了 我再去看看 我们做的 好 好 好 我们做的 好 我们做的 好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独身子女 他们被父母所宠爱 所关注 所以很多的事情呢都父母替代了 结婚了以后就丈夫替代了 突然间生活有这么大的一个创伤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出口 可能运动就成了一个出口 所以他这四年 其实另外一个伴在陪着他 他就是运动 我知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是非常难过的 你留恋先生跟你在一起生活的 那一段幸福时光 但是女儿上场的时候 我发现你的情绪 一下子有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女儿成了你的一棵大树 当女儿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感觉到了安慰 对 您说的对 其实女儿挺坚强的 今天女儿也大了 她能给您一个B弯 让您依靠 她也很坚强 哎呀 多好啊 来 老师比我更懂我妈 希望你妈妈今天 能够遇到一个满意的人 至少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会关注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老师 来 咱们也抱一下吧 来 咱都抱抱 抱抱这种力量 多抱抱 多抱抱 哎呦 真好 没事 来 大家一起坐 我妈妈在她伤心的时候 还有有的时候 去平调我爸爸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说 你怎么都不哭啊 你怎么没有点那种 伤心的感觉 但是我就是 在我妈妈很脆弱的时候 我就是表现得很坚强 我想软弱 我也软弱不来 就是我觉得我妈妈 特别需要有一个人 给她力量 今后的日子里 给她力量的 不仅仅是我 会有另一家人 你知道马老师 为什么落泪了吗 并不是因为 你的妈妈落泪 而是因为她看到你 站在妈妈身边 给她力量 而且你那么懂事 或者甚至说 马老师一席话 给了妈妈力量 你都特别地感恩戴德 对马老师 对我们家里有女儿的 我们往往是特别宠孩子 对 但是这个女儿 她其实承担起了 一个男子汉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她的用词 是妈妈好像长大了 当孩子这样去描述 妈妈的时候 尽管她马上就去调整 说似乎这样的一个用词 对妈妈是不合适的 但其实孩子 早就承担起了 一个您姐姐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也很难受 因为就我们家 和你们家很像 我妈妈也是一直 被我爸爸宠着的 我跟我妈妈 去给我爸爸扫墓 或者平常说起我爸爸的时候 我妈都是泪流满面 我一滴泪都没掉过 我妈妈老跟外边人说 说哎呀 我们女儿这个心挺硬的 从来没看到她 因为她爸爸的时候掉泪 其实在家里 我和我爸的感情最好 可能比我妈妈还要好 但我不能掉泪 因为我爸爸 特别疼爱我妈 她走了 她希望我疼爱我的妈妈 所以我不能掉泪 跟你女儿一样 但我今天没力坚强 快往上去安眠一下 好姑娘 好姑娘 这个疾病啊 其实这九年来讲 家庭这个死亡 其实离我们一直忽远忽近 其实这个时候 对整个家庭的磨难 是巨大的 我爸爸是癌症嘛 所以我知道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天高兴 一天不高兴 每天看那些指标 今儿特兴奋 下来了 明天又起来了 你知道你那个心 就扑腾扑腾的 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容易 但是其实我觉得四年了 这个家庭 我觉得也是在这种 运动的陪伴下 在健康的成长 好今天妈妈能够 穿得这么漂亮的 站在这个舞台上 没事 真的是开始了新的生活 刚才女儿也笑笑跟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她跟我是一样的心态 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想起来爸爸的时候 其实是会掉泪的 是会半夜哭醒的 是会难过 是会心碎的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爱的那个人走了 我们也希望他爱的人 能够快乐地生活下去 所以您的女儿希望您 能够坚强起来 快快乐乐地 把这份爱放在您心底深处 让另外一个爱您的人 走进生活里 去关爱您 好 我们再次为这个非常懂事 非常有爱心的女孩 姑姑长好不好 谢谢你姑娘 接下来的这个路 还是要妈妈自己快乐地走 好吗 咱们把舞台交给她 咱都不掉累了 生活中的张女士 不但有运动和朋友陪伴 更有可爱懂事的女儿 孝顺着自己 她每天的生活 也是非常健康与充实的 行厨房 对 先去看看 就在这儿 每天做饭 有点喜欢吃那杂米的 然后每天晚上 都割了什么呢 都是什么豆啊 蜜米 紫米 还有那个燕麦 都挺健康的 小米 这是我自己来 有蒸的蜜 你自己还要蒸蜜 蒸的蜜蜜 蒸包 软的蒸 对 会蒸 都是蜜蜜吧 那个是全外面的啊 炸的那个 就是那个 这个上都是油了 都是那种的 黑猪肉的 去哪边 对 平常我也不吃肉 不不收 对对对 你平时老公帮忙 喜欢做饭 喜欢在家吃 拿手 拿手 打手 做鱼就还挺好的 什么呢 对 那个什么 红烧呗 就是这衣服 都是也太多了 就是 运动的现在多 主要都是运动的了 全都是运动的了 整个 这家里全都是了 几乎 什么呀 这个 这个 这个衣服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 六七千 这个 臭美 臭美的 这孩子给您买的 自己买的呀 这小孩 我觉得您这姑娘 可对您真够好 对 什么都给您 您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师为伴 找 也找个丧偶的吧 都彼此理解点 互相疼爱的 以后呢 我也会疼人家 也做个模范 而且我估计你这女儿 疼您的同时 肯定也会疼那叔叔 是吧 一看对妈妈照顾好的 那肯定加倍的孝顺 如果说女儿有一天出嫁了 出嫁了吗 没出嫁 有男朋友了吗 那不用帮你介绍了 你们两个人都找着了 都定下来了这事 都步入婚姻 那就幸福了 想象一下都特别幸福浪漫 您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生活了吗 做好准备 没有什么负担了 这三个有三个的个性 一个是那个太外向了 二号是太内向了 这第三的这个呢 内向外向全有 爱运动 女士有什么才艺吗 今天唱一段歌也行 好 来一起欣赏一下 我没有词 不行 我得照着词 不是说唱好 我就是不唱 我唱的歌都是老歌 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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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面是男讯事朋友 我都是歌的歌 是因为微笑侠自己ах combin来的 我願意准备你 我们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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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